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出炉的面包甜点 看起来好吃是好吃 但却一个客人也没有 整个架上白满满 今天会发觉说机场很冷静 对啊 最近的 来机场的感觉 是跟以往不一样的感受 是啊 就比较风荡荡的 就可以了 桃园机场餐厅业绩降到三成以下 业者叫苦连天 每时间44间的餐厅 面临声音惨淡的窘境 17号紧急召开应变会议 我们减少营业的时段 跟营业的电数 有同质性的店家 有两家牛肉面 那我们就只开一家来 因应这样的成本 第二阶段等政府公布之后 我们立刻会追溯到 灾情公布的时候 来回馈厂商 那我们会 例如减租或减免全力金 除了降低租金 打烊时间也要调整 将提到晚上六点 目前还在延拟实施的时间 因应疫情 机场业者寻求方式解套 希望在这样的非常时期 能挺过难关 三连新闻 林鸿宇 黄林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